首先把米放在盆中 倒上水浸泡一下 土豆洗净之后 削皮切成小丁 胡萝卜也切成小丁 再准备一把豆角 洗净之后切成小碎粒 如果你不喜欢吃豆角的话 也可以换成豌豆 一把香菇先切成条 再切成小丁 两个火腿肠先对半切开 也给它切成小丁 全部都放在一旁备用 小碗中放适量的盐 2勺生抽 2勺蚝油 再加半碗水 搅拌搅拌 放在一旁备用 泡好的大米已经喝足了水分 各个都圆鼓鼓的 给它洗净之后放进电炖中里 再加入3个鸡蛋黄叶 用筷子搅拌均匀 依次把切好的配菜 全部都放进里面 把调好的料汁也倒进里面 再加入适量的水 这个水的量不需要太多 能够没过食材就行 再加入一些葱油 这个葱油是我提前熬好的 电炖中里 加装适量的水 然后把内胆放进里面 盖上盖子 选择金炖键 静等吃饭就行了 这个时候就不需要管它了 真的很方便 很简单 哇,好香啊 实在是太香了 再撒上适量的葱花调色 搅拌均匀,美味即成 这个是懒人最喜欢的食谱 在天热的时候 不想下厨 我家经常这样做饭 一锅里面 饭菜都有了 虽然是懒人食谱 但是在营养上 一点都没有打折扣 现在虽然是暑假 但是孩子也挺忙的 包了两个兴趣班 上午一个下午一个 不想让孩子在路上折腾了 所以我提前给他做好饭菜 给他买了这个电热饭盒 提前做好饭菜 给他放进饭盒中 上午出门的时候给他带着 在中午休息的时候 自己热一热就可以吃了 磁力擦头也很适合小孩子用 日好的饭菜 颜色依然鲜艳 没有变色 没有发黄 我是橘子姐 喜欢我的视频 就关注我吧 谢谢支持